有在耕田的可以耕田的大概三個 剩下的都幹嘛 剩下的喔 剩下的在... 他們也有工作 剩下的在... 後面山區的那個... 那村村那個導演湖 他在那邊煮草 剩下的每天在那邊吃草 把他的茶吃得很短 比人工整理的還漂亮 你去看了比人工整理的還整齊 他們剩下的歌做這個 這樣子的更法 你有沒有廢棄他們的我剩下的 在我們這邊是不會 因為在我們這邊 大家可能都是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很習慣 那當然如果是... 平地的種田的人 可能來到這邊 他可能看到我們這種做法 我不曉得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也許是他們那種... 這種做法應該是... 應該是...很笨吧 因為太傳統了 其實是一個... 其實現在這個地點來說實在 是農地... 這個生態... 的保護啦 不然... 這種... 這個... 這個時代... 如果... 要靠這個維生的話 真的是有困難 因為... 它的生產產量有限 所以... 基本上... 還是... 生態裡面... 保護這個... 生態跟這個... 這個... 這塊土地... 不願意放棄... 這些田不願意拿到放棄... 這些田不願意拿到放棄... 其實... 還是... 保護... 目的啦... 真的是... 要... 跟做柔仔的... 經濟效益可能... 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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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好... 哥哥可以請問一下嗎 比這早期啊... 都這樣跟做... 是算... 要比100... 這樣... 然後呢 早期 早期... 以前的人 早期... 兩百年前開始... 只剩來這邊... 開根這個梯田 就是... 像最近喔... 也在... 下面那邊... 離這邊大概... 五百公尺... 在整理一塊... 那... 那個田喔... 在我們這邊那種... 大概算很好的梯田 因為它每一區每一區的大概有將去一分地左右 在我們這邊來講,那個橋是非常好,面積夠大 而且在那邊的環境也在我們這邊來講,換台來講,算也算了 我自己在想,因為它已經放棄了二十幾年了 最近我又給它復更起來,雜草就要清除掉 當然一開始就用那個怪手,小型的怪手自己稍微整地 然後就發現,不小心的怪手稍微挖稍微生一點點,就有一些小石頭 我就一直在想,我們的祖先把這個山坡地開給你這個低田 那個石頭為什麼弄到現在,田裡面連一塊石頭都不容易找到 那我們現在才開始整理的時候,把原來的再整理出來 就發現石頭好多,就很麻煩 再撿個十幾塊石頭就知道,這些石頭以前是那麼多石頭怎麼去撿 怎麼去把這個一個山坡地開給你出來,然後整理到 我們腳踩到田裡面,幾乎沒有踩到石頭沒有踩到石頭 那真的要找到一塊石頭也不容易 所以以前在這邊種田,他們的祖先真的是補發動 他們為了一口飯吃一碗飯吃,沒有辦法,就是開給這個基點 一分地一分地一直開口 那當然到二十幾年前就開始日日續續都放棄掉 因為在這個基點的經濟效益實在是太差了 所以工業收穩,年輕人就往外面去工作 剛剛隔壁的那個劉柯來問 為什麼我覺得有點沒有做 到外面二十幾年前一個月撞個一萬塊的外 一年也撞個十幾塊 那在這邊一家人呢,爸爸媽媽,阿兄,兄弟 一家人在這邊弄個一兩假地兩三假地 一年收穩也不夠自己留下來吃的 不夠其他賣掉的也不夠是五萬塊的台幣 那一個人出去外面賺的就比這些人在這邊做得這麼辛苦賺很多 那何必,當然就年輕人一個一個往外跑 那老的年紀大了七十幾歲八十歲 當然就年輕人都出去了,沒有年輕人的力量了 沒有人手不夠了 當然就放棄一批 連老的也放棄 甚至於年紀大的老人家也跟著年輕人在外面工作定居 老一變的也跟著出去 這邊的人口也一直都外流到 像剩下的大概剩下十分之一 以前的一個國小可以 一個學生可以到前校六班可以到一百五十個 到最近前幾年會校的 前校不到十個學生 所以就這樣子 你看人口流失多嚴重 可以在目前來講 也幾乎沒有什麼年輕人 年輕的年齡 如果說像現在在這邊 還有在維持種田 最年輕人大概可能可以算我 像我這種年紀 大概五十歲算最年輕人 那其他的都是七十歲八十歲 就是年紀都很大 那年輕人他不喜歡重 所以年輕人一步的話 應該機會很少 那再來就是 所以就像任和跟我們李和尔這邊的協助 有相同的理念 然後再維護這個生態 照顧這個傳統的做法 然後再加上有他們 剛剛 李和尔跟他們這個 他們那個 某個人來協助我們 來任何 來幫忙 來參與 所以照顧這個生態環境這樣 所以你說一區 就一片差不多一分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嗎 一區一區 一區 一區才哪有 一分地 在梯點來講 面積算大 對 那平常的話 可能是三區四區的話 才有一分地 也就是說 平常的梯點 你小一塊 所以 寬度的話可能是 兩米左右 或是三米 頂多三米 然後長度呢 大概可能是一百公尺 一般梯點都是這樣子 一階一階的跟樓梯一樣 那如果比較 上坡路的坡度比較小一點的話 35度以下的可能 它是開坡的面積會比較 欸 比較大一點 那個面積會比較 大概一分地左右 所以一分地的 如果基點來中的話 是相當好的 在基點來講 算兩天 非常好 因為一分地的基點 我剛剛講比例 那一分地就會 一區有一條填梗 那如果你比較小的話 可能一分地的三條填梗 三條填梗的話 維護三條填梗 是比較會恐懼 那會是說 所以 面積 越大快的話 它就會成功 就是比較好的 就是比較好的 前兩天 我雖然是從小時候種田 種到現在 那 前兩天 因為這次開坑那個 今年在恢復那個 去根的田 那當然 田裡面 怪手開口過了 有一些雜物啊 柱雞樹枝 或是鱸尾的精什麼的 怕腳就抽到 你知道嗎 所以去穿一個塑膠椅鞋 很合身的理學 那它很貼身啊 摩擦 一直在那邊 一直踩在那邊走動的話 腳跟這邊會摩擦 所以 今天又夏天了 所以 暫時給它綁一下 摩擦的地方會痛啊 先給它保護一下 先給它 把那個山鬼稍微 黑一下 對嗎 所以這邊大概 以前在種每一戶大概幾個都誰 才會摩擦擦 以前這邊的農戶 二十幾年前 三十年前 那種農戶 平均一家大概都有兩公頃以上 整邊一些 年輕都是幾公斤 那就是要顧很大一局 對 那幾點兩公頃的話 可能它田肯太多了 而且 就是用牛 沒有什麼機器,所以幾點兩公尺就要復工 而且種田,這邊種田的人他不是光種田,他的副業他要種地瓜 種地瓜,所以種田擦泱完了以後呢,就準備種地瓜 開著那個山坡地種地瓜 地瓜種好了,要回來蔬草,田裡面蔬草 除了完了,又要回去整理地瓜的雜場 地瓜打打整理好了,又要回來,前面要收割 沒有休息,種田而已,做山崗,不休君子,沒有什麼假日 追休二日不用講,追休一日都不可能 大年初一,太陽出來了,大年初一也要夏天 很晚了,我們老婆,嚇人來去 今天好天,來去鼓山,不然後來又熱 冬天的話,我們這邊常常夏雨 利用大年初一,看天氣這麼好,不去做的話,大家也待會 因為秋補田梗的話,已經要天氣好 夏天秋補田梗的話,泥巴又留下來不行 難得天氣好,大年初一就要去工作,沒有休息 以前這麼多戶在跟,阿霧不是太多嗎? 阿霧,你這個有什麼扣? 這邊我們這個區域方園,這個區域大概有六七十公頃 那個年代,六零年代,大概七零年代的時候 那個牛水牛相當多,這邊牛水牛大概超過一百隻以上 一戶通常大概都會有五隻左右 那至少要五隻,有大大小小五隻 那至少要有兩公頃的體質,至少都會有 平均一戶大概都有兩頭牛以上 然後要更換,大的陳牛要更換替代 跟前的時候要兩隻牛替代 都是母的嗎?母的才能跟嗎? 欸,公的也可以,母的也可以 但是水牛的話,因為別的牛的習性我比較不清楚 如果水牛的話,用耕田大概都是母牛 因為公牛的話,牠習性比較不穩定 牠可能看到隔壁那塊田,有一隻一頭牛牠在耕田 牠一隻要一直往那邊,所以還是用母牛比較穩定性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邊是兩座?一年來? 沒有,我們這邊的田一年就一座 從鳳梁上來這邊一年是一座 因為稀後的關係啦,大概一年座 第二座的話就不接你 道指好空空空的 做完了以後就整個休耕? 對,第一座大概七月份 五曆左右七月份收割以後 收割以後,下來就休耕,田裡面蓄水修耕這樣 等到那一年大概九月份的時候再寬土 再準備寬土,準備下一年的青天再播放 所以沒有辦法做什麼? 你做那樣? 你做其他的作物? 沒有,七田齁,要做其他的作物的話 例如說種菜那一類的,蔬菜那一類的,不太可能 第一個,七田的田齁就很高 每一塊田的落差大概有兩米左右 平均都在兩米左右 而且那個田齁的落差比較大 第一個是落差大的話,如果你要種蔬菜 必須要放乾,對不對? 因為平地那個田要放乾 放乾那種松土嘛,像種菜嘛 要不然泥巴的話怎麼做? 好,不行 放乾的話,第一個 因為放乾的話,田齁就會裂開 泥土會裂泡 放乾的話會裂泡 下雨雨水來的時候 或是你灌乾的時候 田齁可能會塌掉 田齁可能會塌掉 第一個是不敢放乾的人 那第二個呢 放乾的話麻煩 第二季 春天要再擦秤的時候 你一放乾的話 等到春天要擦秤的話 你看 用人工用牛 要把那些放乾的泥土 再 擦成那個泥巴再擦秤的時候 非常會功 非常吃力 所以不敢放乾 只要有水的話 一定是灌溉它 讓它泥土保濕 沒有放乾 放乾的話 還要再松土一遍的話 要把那些乾的泥土 擦成泥巴一樣 這樣能擦秤的話 非常會功 多了好幾遍的那個 耕田的手續 比如說 如果說像那種水 比較水跟草的水 還是芋頭那種 就好喝喝 因為芋頭的季節 是在春天就要做 所以重複了 對 同時的那種水 那種水 所以就沒有機會 對 所以收割以後 就完全幾乎沒有在 收割完了 沒有再做其他的作用 幾乎都沒有 不放乾 續船 有啦 只會讓山站的牛 幾十手的牛 下來田裡面吃草 這樣子 沒有其他的利用 請問二十五隻牛 為什麼只有三隻工作 二十五頭牛 三頭在工作而已 其實也不用 三頭可以跟著 因為牛 要跟著 第一 他要訓練 要教他 這訓練教他的話 非常麻煩 要非常有耐心 因為一頭牛 牛就是牛 你不要聽說牛 牛 牛 跟著白癡也沒有 不好打 打到那隻牛的雞蟲 也能夠跟著 會聽話 叫他走就走 叫他停就停 要配一把很大的功夫 而且你要非常有耐心 你才會辦法訓練他 而且你要 還要了解 這個牛的習性 才有辦法訓練那頭牛 來跟著 所以呢 現在田的面積 種的比較少 就像以前 種了好幾公頃 我們頂多 種了一個 一公頃 一公頃多而已 所以一頭牛來跟 大概就夠 一頭牛跟就夠 那 有兩頭牛可以跟 那已經不做了 那 不需要那麼多牛 所以也沒有信 沒有那麼多 其他那種牛 就放著讓他去 自由 會跟田的 能跟的就是那一種 今年是那一種 明年是這一種 明年後年還要去吃 好菜 就要去吃三角菜 哈哈哈哈 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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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吃 爬仔這個比較有炒好吃 上面那是一片炒飯 你看看,那個牛在吃炒的時候 過日子跟我們吃過幾個一樣 過幾個吃的肉 他一天吃二十四十,吃大概二十九十 他一天吃二十九十才吃得肉 一大隻牛吃完就吃到肉 吃大概四五十公斤的炒 所以他吃炒這麼多一天一天吃二十十幾 他有睡覺,他有四十幾 他睡一睡一天,一天兩天就再吃 所以炒不長,吃到肉,吃到肉 長一時就吃肉,他吃到肉 所以那些肉,他也是吃的 他每天都沒有用炒 如果要做菜的肉,一天要做多久 做菜的肉 這以前的肉,餐做得多 一定要有兩隻,因為這隻肉一天 半天,一天不能連續做 跟人不一樣 我們工作是八個小時 那肉不可以說 人家會當你八個小時 那隻肉,你早上八點去餐餐 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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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你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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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餐廊一天是做十兩天,就做八天一天, 早上七天就要做, 還能做到多十天就要做, 所以這才有,兩者有輪流搭配的時候, 輪流替換的時候,一天做八天一天, 輪班制的表情, 沒有超過,一天會做八天一天, 因為孫的時間要有休息,要吃餐廳, 因為比較長老,所以不能一個超, 一個超,叫一個人會動,會不會動 我想問一下,因為你聽說這邊的收成量, 頂多可以吃飽而已,在以前來說, 那到底這邊的收成量跟一般的農民的, 就是那種一般平均那種差? 這邊的量應該要怎樣, 你說這邊的梯田,其實, 梯田的面積,一樣是一公頃的面積來講, 跟平地的, 平地的一公頃, 可能田根一條兩條,三條, 它就一公頃, 餐廳樓,一家地的一公頃, 可能兩條餐廳,三條餐廳而已, 我們這裡一公頃,餐廳可能十條, 平地的餐廳一條就是, 三十公分就是三十公分, 我們這裡一條三十公分, 又達到那個坡度, 可能八一米了, 那一公頃的話, 六百五十條八條就好了, 八條餐廳就靠到八米, 八米的寬度, 你看, 可能剩下人家的, 不到三分之后, 三十二面積而已, 三十二面積而已, 當然, 面積, 實際上是, 我們工作的是一公頃, 可是, 能夠插陽, 撥道子的話, 平均那個面積可能, 大概七分地左右, 所以量當然是比平地少,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這邊的氣候, 我們這邊的氣候跟平地的氣候, 不太一樣, 平地的氣候, 溫度比較高, 而且, 比較, 那個溫度跟這個風, 我們這邊山上的氣候的風, 風比較大, 在外地水成長, 到底成長, 速度會比較差, 或者比較慢, 比較差一點, 那平地會比較好, 包括那個, 到底在開花結水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邊, 山區的風比較大, 所以, 收成的量, 這個是影響的, 還有, 他們平地的田, 他們, 撕回, 跟我們這邊的撕回量, 會不太一樣, 一樣是, 如果是, 同樣是, 我們把這個壓力, 你們這邊的面積的, 一公斤可以講的, 也不過是大概四間, 台間, 一公斤, 我剛剛的, 我昨天,